魁为将近十年 云顶主题乐园以全新秘妙天城乐园重新面试 今天率先让媒体和部分游客预览 无论是刺激力度最低的旋转木马 到刺激力度中高的云霄飞车都能够在乐园里找到 但是基于目前还处于是云运的阶段 因此还是有一些游乐设施还没有对外开放 那游客就纷纷表示 没能够做到云霄飞车非常可惜 但是会等所有设施完全开放之后 再度光顾 从2013年开始暂停关闭的云顶户外主题乐园 承载着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改造将近十年后 如今以崭新面貌重新出发 来到这里的游客坦言 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 由于被关在家中太久 终于能出来透透气 游客说在这里体验一下山上的异国风情 让他们倍感兴奋 现在这里不仅有更多游乐设施 民众也无需像以前一样 在入口处排长龙买票 而是转用手机应用程式 预定门票 到场领票之后就可以注册入场 这里一共有26个游乐设施和景点 只不过当中有5个还是还没对外开放的 其中就包括云霄飞车 很多游客来到这里又没能坐到云霄飞车 感受不到刺激感 纷纷都说还没完够 选在下次再来 就是Rollercoaster啦 因为我比较期待也比较想玩的就是Rollercoaster 可是它今天就没有开 然后就有点可惜 可是不用紧 我下次会来 Rollercoaster 天城乐园分为九大区域 各个园区都有不同的主题和相应的游乐设施及餐厅 给游客不同层次的乐园体验 由于疫情还没完全散去 主办方说天城乐园现阶段只是市营运而已 游乐设施也会在完成测试之后逐步对外开放 同时乐园也限制人流 入园人数只允许总承载量的一半谨慎防疫 我们减少了能力 我们有限制的能力 我们会保持到那些人 有鉴于疫情持续升温 连续两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突破1万关口 游客表示会谨慎看待 若疫情持续高烧不退 他们考虑等到疫情缓和后 才重新光顾乐园 坦白说我是为什么会来这个 因为我知道之后开放会非常多人 然后因为多人的话我就会害怕 我就不敢来 那这个是比较是 我相信人数会比较少 因为它又是澳洲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是还好 但是我相信如果疫情再恶化下去 两万三万的话 是不敢来啦 对于新增病例持续升高 云顶当局会否视情况暂停关闭乐园 主办方没有明确回应 并表示会遵守政府的防疫规定 积极配合抗疫 云顶天城乐园将在明天起 以试营运的模式 开放给公众游玩 并只允许完成接种疫苗的游客 进入乐园 八度空间女尾剑彭亨报道